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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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密切坚持王某行踪 值班领导带领行动小组迅速奔赴现场 都是军人证件 王某自称是中央军委政法委领导 口气强硬 白般狡辩 拒不承认自己是假冒军人 但在人骨部领导的一再质问下 该少将终于露出马脚 既拿不出军人证件 又讲不出自己的部队住职 职务 办公室电话 面对真理回 李鬼少将不得不承认自己假冒军人的事实 绳之以法行动小组将王某带到人物部后 进行了盘问 通过政策攻心 假少将将自己假冒军人的事实合谈拖出 原来 王某系上海某系曲学院工作人员 从网上购买假军装和少将军衔 将自己乔装打扮后 假冒中央军委政法委政军之领导 于11月27日 来到富阳进行商业诈骗 目前 颖东区公安分局 已将王某行政拘留 并对其冒冲军人 进行招摇撞骗违法事实 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372条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 初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 初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文来源 解放军报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词曲 李登帐菲